罗永浩的创业课 人人都是创业者 欢迎来到我的创业课 你好 我是老罗 罗永浩 本周我会用三天的时间和你分享融资过程中普遍适用的那些注意事项 正式开始前需要你明白的是 以下的这些做法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基本上就是那么三板斧 而且都是显而易见的合乎逻辑 但受性于人性的弱点 绝大多数人就算明知道这些道理实际操练的时候呢 也很难做对 融资过程中普遍适用的注意事项 我把它分为三个大的板块 这三个板块分别是第一 拿到钱比什么都重要 第二为融资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都不过分 第三如何跟投资机构和投资人相处 好今天是这个系列话题的第一部分 也就是拿到钱比什么都重要 在这个部分里呢 一共有五条 我们先看第一条 就是说任何时候有钱拿就一定马上拿 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 就是说除非给钱的投资机构的条款 极度的荒唐离谱 这种事情一般也不会发生 否则呢 创业者一定要记住谁给钱就拿谁的 一定要记住只有到账的钱才是钱 其他的都不是钱 比如说口头承诺的钱 它不是钱 响当当的投资大佬 口头承诺的钱也不是钱 甚至是响当当的投资大佬 书面承诺的钱也不是钱 还有就是全球知名的行业巨头签署协议 承诺给你的钱也不是钱 那到底什么是钱呢 只有银行通知你到账了的钱 才是真的钱 创业者一定要牢牢记住这句话 回顾中国这些年热火朝天的创业大潮 投资机构签完了投资协议后 在最后一刻出现意外没打款 导致创业公司死掉的例子呢 其实是比比皆是的 所以任何时候只要 只有银行到账才表示你融资成功 其他的过程 不管过程和细节 看起来多么栩栩如生 多逼真 你都不能当真 相应的在钱到账之前 也不能提前就拒绝掉 你正在谈的那些其他机构 免得到时候两头没着落 或者多头没着落 我们自身呢 在2016年就经历过一次非常非常逼真的融资 特别逼真 对方签署协议后拖了很久 既没说取消也没说继续 对方呢 这个影响力非常大 他们不打款 也导致了跟头的机构都不敢打款 都在观望 拖了足足半年后 我们资金锻炼快要死掉了 中间一度计划把公司建卖掉 为了操办这个卖掉的程序呢 只好主动提出取消协议 这个事儿才算结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原因根本就不重要 因为反正你能肯定的就是 第一对方肯定不是故意害你 大家都是做生意的 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理由和难处 但重要的是你不能没有防备 因此死掉 所以这期间有另外一个行业大佬要投我们 我们更希望拿前面的那家的钱 所以一开始虽然没有明确拒绝另一家 但坦率的讲 中间确实故意拖了一段时间 结果发现苗头不对的时候另一家心事也不在我们身上了 所以也就没戏了 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个血泪的教训 就是说任何时候有钱拿就一定要马上拿 不要等 第二呢 不要在意公司的估值 你最好拿的是一个所谓公允合理的估值价格 如果太便宜了你吃亏 这个我不说你也知道 如果估值贵了呢 你可能会觉得占了便宜 但其实呢 创业公司估值高的话肯定不是好事 创业者融资初期最容易犯的错 就是总希望自己的估值再高一些再高一些 这样的话呢 自己开心 团队士气高 出去跟朋友吹牛也很提神 但其实估值高了隐患非常多 估值高了之后 你下一轮的融资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如果下一轮大家都嫌贵 你就融不到钱 如果你觉得不好融资 主动在下一轮的时候提出愿意便宜一点 大家又会觉得你经营出了问题 或者是没了信心 总之一旦估值贵了 后边怎么做都很被动 除非你后边业绩好的跟精神病一样 这时候 这时候就说明你估值不贵嘛 那就没事了 但是这种情况呢 是不能保证的 另外就是说 在同一轮的投资者里愿意出最高价格的 通常也意味着他对你的业绩的期望也是最高的 所以如果你拿了 给你最高估值那家机构的钱 通常意味着要承受最大的压力 这也不利于创业公司的正常健康发展 另外还要强调一遍 就是说拿钱的时候估值不重要 钱拿到手里最重要 除非是那种荒唐离谱的价格和条件 否则在同一轮的融资过程里 估值最低的那家 如果马上给你打钱 那就一定拿他的钱 不要犹豫 记住这个无数前辈的血泪教训 只有银行通知到账的钱才是真的钱 好 第三条就是说 不要过分在意稀释股权 只要没有严重威胁到将来你的控制权 钱拿得越多越好 即使威胁到了将来的控制权 他跟企业因为缺钱而死掉相比 也是微不足道的 不要动不动就幼稚的去讲王石的例子 比起那些不想稀释股权而死掉的企业家 王石今天面临的所有烦恼都是甜蜜的足以让糖尿病发作的那种烦恼 所以呢 你还没到考虑那个的时候 所以不要在意稀释股权这件事 除非是很荒唐的那种 否则呢 能拿钱就拿钱 稀释股权没那么重要 钱拿到手里才最重要 好 第四条 除了不要太在意这个估值之外呢 也不要在意融资额的多少 形式不好的时候 比如说你可能也听说了 动不动就来一场所谓的资本寒冬 这时候呢 苍蝇也是肉 所以能拿就一定拿 不要钱少 早期融资更是无所谓 反正后面还有B轮C轮D轮的融资 投资机构牛不牛逼也没关系 反正他给了你钱 能让你公司活着发展下去 就没什么可犹豫的 所以再强调一遍 就是说拿钱的时候呢 不要在意融资额的多少 钱拿到手里是最重要的 第五条 拿行业巨头的这个战略投资时 也不要怕什么战队 怕战队这个是在创业公司当中 流传很广的一句傻话 以至于很多 连天使轮都拿不到的创业者 都在传这句话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拿了比如说腾讯的钱 可能某些业务就不方便 跟阿里合作了 如果你拿了阿里的钱呢 有些业务跟百度合作的时候 阿里可能就会不高兴了 等等等等之类的 这个叫做怕战队 其实呢 从真实的发展需求上 绝大多数平庸的企业 根本就没有机会面临 战队导致的那种危难局面 举例来说 你拿了A的钱 如果接下来发展的非常好 有出息 估值翻了很多倍 接下来跟B有一些业务合作 A也不会有多不高兴 因为不高兴他也会忍 反正你都给他挣了那么多的钱 他还能拿你怎么样呢 业绩好 就不需要被迫战队 接下来如果你业绩不好 发展的很差 又会怎么样呢 那你要发展的很差的话 你可能因此隔三差五就要跟A求助 才能活下去 你没钱了就去找他要 他战略投了你 一般来讲也不会让你死掉 然后呢 你业绩不行就找他要钱 他给你钱呢 你又活几天 这时候你哪里是被迫战队呢 这明明是感激都来不及的 那种救命的这种情况嘛 所以我们再强调一遍 就是说拿钱的时候 不要在意什么战不战队 钱拿到手最重要 你将来在创业融资的过程里 除了以上讲的这种典型情况之外 还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情况 有些事情想不清楚的时候呢 牢牢记得参考这个板块里的第一条 这句话是说 任何时候有钱拿就一定要拿 其他的都是小事 好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今天分享的关键内容 第一 任何时候有钱拿就一定拿 第二 不要在意公司的估值 有钱就拿 第三 不要过分在意稀释股权 有钱就拿 第四 不要太在意估值之外 也不要在意融资额的多少 只要给钱就拿 第五 拿行业巨头的战略投资时 不要怕所谓的站队 能拿到钱就拿 好 以上就是今天创业课的内容 欢迎你写下听完之后的感想和留言 我们在留言区里一起交流 我们明天见 我们下期见